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知足前之馬》 今天繼續有弟弟Garry在此 亦有拍攝Joe在此 大家好 Joe,上個星期我們預測了兩場球 你又威,巴黎贏球,大勝6比2 正路的都說 巴黎射宿門真是在八甲裏面奧視同群 基本上,老實說 除非他們有什麼雙病或州中太多比賽 否則,實力真的高一決 我想就算有些傷病 以巴黎聖日門的兵門口度 基本上,後備都非常有質素 你厲害吧 但弟弟我貼車路士對曼城的賽事 車路士可以小勝1比0 怎料再一次做燈,連波膽都中了 又一次又是開1比0,但是開對面的曼城 我也猜不到迪布尼的逆觸徵度竟然這麼高 他打機其實逆觸徵度也高 打機反而沒有現實那麼高 還要是真的 左腳軟射直轟的死角 我都看到,你真是很討厭高爾圖師 寫得多漂亮 他們有些職願 至於什麼職願,大家可以去看 男人不是為錢,就是女人 你去的那兩件事 最奇怪的是,通常為美女 他們竟然為了這樣的女人也有職願 當然是,品味的東西很難說 對的,西人的品味跟我們不同 對的 然後是否養霸人 但最近我們看娛樂新聞 達哥也有人偷 達哥有人偷嗎? 達哥,藝毒嗎? 拍戲的達哥 聖賽的達哥 我塞斯達 不要響名 我以為這個藝毒達 人家有不出奇 對的,有很多 說回足球 這個星期將會是世界般外圍賽 歐洲區的賽事 世界般外圍賽的歐洲區 將會打最後的小招賽兩輪分組賽賽賽事 即將決定出小招賽的首名和次名 接下來的次名球隊 九組裡有一隊最佳第二名 可以直接晉身分組賽 另外八隊就要打這個富家賽 沒錯 今個星期我們的節目 講的是星期六晚 出街的三組賽事 因為今晚和明晚都太趕了 節目出不及都沒辦法 對的,錄金之時是星期四 對的 我們先講一下A組 世界杯歐洲區的外圍賽A組 A組這方面 其實比較多人關注 因為榜首就是法國 其實法國現在還未確認出線 八場打了 八場有17分 第二位瑞典打了八場有16分 至於香港很多粉絲 荷蘭打了八場有13分 荷蘭就稍微差一點 現在3分落後給第二位瑞典 另外4分落後給法國 問題是荷蘭在最後這一輪賽事 有沒有機會蓋上來打富家賽 最佳第二名別想 最佳第二名不用想 其實數字上還有直接出線的可能性 但其實只是數字上 你落後榜首的法國4分 其實法國最後一輪賽事 就是作客保加利亞和主場對白俄羅斯 基本上都不是挑戰 基本上兩場都失分 輸球不是失分 輸球才有機會蓋上來 機會太低 其實法國一早已經可以 不止拋離第二位瑞典1分和荷蘭4分 因為在上一輪9月第七和第八場分組賽 其實他主場和了盧森堡0比0 這場球絕對是失分的賽事 接下來法國人選方面 對著保加利亞和白俄羅斯這場球 其實他選的人 大部分球員都可以入選 主力的羅列斯、干堤 甚至前鋒的基奧特和拿卡錫迪等等 左翼的利馬全部都有入選 只有一個人沒有入選 撲甲巴 沒錯 撲甲巴 普巴這樣傷了 其實對法國隊 現在最後兩場的外圍賽事 我覺得影響不大 因為法國還有很多好的球員 例如斯素高 沒錯 梅沙斯素高 正想說 因為法國這次選人 有梅沙斯素高強勢回歸 對 對 對 歐洲杯決賽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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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方面問題不大 在欠第二名 就是瑞典和荷蘭之爭 這裏有少少懸念 瑞典在最後兩場賽事 將會主場對著盧森堡 和作客 來到阿姆斯特丹對著荷蘭 最重要的一場比賽 對 這場球有機會 如果在瑞典自己贏第一場 而荷蘭哪邊相 亦都有兩場球 荷蘭第一場會對 白俄羅斯 最後白俄羅斯 大家都贏 最後一場球 瑞典就不能輸 因為如果荷蘭一贏 就會反壓成為第二位球隊 可以打這個副交賽 瑞典就什麼都沒有 但如果和球的話 瑞典當然是第二名 但德塞球呢 德塞球方面 其實瑞典方面 現在是正十一 荷蘭是正五 其實相差就是六球 假設在瑞典和荷蘭都一起贏球 荷蘭在最後一場球 就要看回 如果德塞球不變 最少要正贏三球 變成之前一場 可以說大家要鬥數 鬥射 其實荷蘭就拼了老命攻 瑞典都不能太差 但對著瑞典 如果瑞典對著瑞典 其實瑞典現在只不過是 尾爾 五分 其實瑞典的實力 絕對不高 但瑞典有沒有數人的本錢 這就真的要考究一下 因為瑞典在新的領隊 就是讚尼安達成帶領之下 其實因為沒有了伊巴 其實在前面的數戶能力 其實不算高 雖然在這組裡 八場入了十八球 算是這組裡最高 但數戶的射手 其實真的絕對沒有力 如果進攻方面 可能霍斯堡會是一個 穿針引線的人物 他的表現都很舉足輕重 另外座位入了四球 是馬古斯貝加 對 馬古斯貝加 對 並不是十分主流 對 冠球隊的球員 但仍然在這個國家隊上有上陣 接下來將會是一場決定勝負的兩場比賽 可以盡身附加賽 相信馬古斯貝加 也是非常重要的球員 對 至於荷蘭 荷蘭方面 相當令人擔心 其實現在就是命員一線 可以這樣說 這次的人選中 艾和卡特完全放棄老將 沒有之前說過的雲佩斯 沒有斯利達等等 但諾賓還有 對 諾賓是隊長 而且 諾賓年紀上是老將 表現相當青春 所以他暫時有一個主力 如果要預計荷蘭的正選陣容 進攻方面絕對是諾賓在右翼 左邊應該會用敵比 中鋒方面 其實都是雲信贊神和巴斯道斯 相信這個陣容偏向雲信贊神 會打中鋒更多 應該就是了 巴斯道斯是否沒有入選 但雲信贊神暫時入了兩球 相信數目也是靠他 對 接著在中場方面 中場方面 其實暫時比較健碩的球員 我相信是白麗頓的寶柏 因為英超長場正選 亦是一個比較防守的中場球員 因為荷蘭打回傳統的4-3-3 相信寶柏再加上史路特文 和韋娜杜姆 三個主在中場 接下來的這兩場賽事 尤其是第一場要入球賽事 相信我來杜姆 殺上前的機會都是比較大 後防方面 兩個中堅都是修咸頓的球員 正選估計應該是何達達 雲迪克 因為雲迪克在之前聯賽 終於解凍上陣 正選上陣 雲迪克其實 如果球會方面 其實他仍然開刊 希望一月可以離開 看看一月時的事實發展是如何 但接下來的荷蘭角角度需要雲迪克 那三頓都需要雲迪克 三頓都需要雲迪克 三頓暫時需要 我有吉田邁亞 怕甚麼 即是說開修咸頓 吉田邁亞上星期入了一個窩里微底球 大家有興趣的話 看看精華 很漂亮 荷蘭的防線方面 左閘就是白蓮特 右閘方面 應該會用金鬼亞迪士轉頭 李昂的敵體 年輕球員 希望這兩隻閘的助攻力 可以幫助到荷蘭在接下來的兩場賽事 除了贏球之外 對著白俄羅斯 還要盡情數虎 爭取多些入球 一定要 守門員方面 應該都是斯里神和蘇爾特之爭 個人偏向蘇利神 我相信艾瓦卡特都是斯里神 沒錯 荷蘭的陣容 聽完之後 可以說是毫無一些 除了諾賓之外 其他球員真的沒有甚麼聲味 沒甚麼聲味 也沒有甚麼驚喜 效力最大的球會 除了諾賓之外 可能是阿魯姆 就是威納杜姆 但在利物浦裏面 他亦不是一個 對足輕重的中場球員 亦不是很揹飛 很主力 要進攻命脈那一隻 就不是他 一個團隊需要他 不要得罪某些粉絲 球隊需要他 但並不是主宰球隊命運的球員 是的 但在荷蘭的全能足球裏面 如果有一個可以在中場 又常常插入的球員 令到對方男媽 其實都是他們的理念之一 因為荷蘭的全能足球 之前經常都說過 前鋒要幫忙防守 後衛要幫忙進攻 一個中場 是不能站在中場 只鬥著的 一定要有些進攻能力 或者一些防守的 幫忙保衛的意識 所以其實 其實威納杜姆是現在的 荷蘭國家隊 雖然不是進攻的命運 不一定要經他所有球 但其實他也是重要的 也是一個殺雀 因為其實你想想 荷蘭的前鋒 無論是雲訊讚神 甚至是左邊翼鋒的敵比 其實在國家隊的表現 都是忽然觸塵 可以說 還有諾賓有時 諾賓的軌跡 是靠一個人 但在很多時候 其實有其他隊友拉空的話 諾賓可以使出他 諾賓的軌跡 其實更加容易 更加得心應手 一舉步為姦 因為位不夠 你現在這樣的荷蘭隊 其實你對著對手的話 要去記錄你 其實知道你的進攻點是哪幾點 一定是諾賓的 你的中鋒雲訊讚神 基本上你又沒有速度 沒有技術 沒有什麼突破能力 基本上是不需要特別照顧 只需要照顧你的諾賓 你的敵比有時 是有時都挺好扭的 但都是浪射過多 在荷蘭國家隊仍然都見到 他那個個人主義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接下來其他的球員 可否幫到隊長的諾賓分休 就很重要 看看他這場 接下來剩下兩場國際賽的表現 對 說完A組 去到B組 B組將會是 現在榜首的 第一位是瑞士 八戰八勝 24分 沒錯 大家都想不到瑞士 既然這麼厲害 第二位是葡萄牙 葡萄牙八戰七勝 第二位是21分 第三位的匈牙利 已經剩下10分 這一組要留意的事情 只是看看哪一個可以爭奪到最後的 首名直接出線的資格 暫時瑞士正在3分領先 葡萄牙 葡萄牙 但是在今次最後一輪分組賽賽事中 瑞士將會對著葡萄牙 就是撮嚇葡萄牙 對 真死決戰 如果葡萄牙贏到瑞士 大家同分 但德式球方面 葡萄牙暫時已剩24 瑞士只是剩15 最後這場球 會否將瑞士之前九場球的努力抹殺 就要看最後一場賽事 葡萄牙方面 暫時選人方面 其實沒有特別大問題 斯朗拿道當然有入選 另外 其實現在葡萄牙 越來越多 揹飛的球星都可以出來 當然還有貝拿道斯華 安達斯華 安達斯華 安達斯華就是 埃斯米蘭 還有威廉卡華盧等等 其實球員方面沒有什麼問題 葡萄牙就是要看最後一場 對著瑞士的時候 他主場出擊 瑞士亦是一隊穩打穩摘的球隊 球員通常主力都是在德甲效力 德甲效力的球隊 通常比較有團隊、團體、機動性強 比較有紀律性 對 還有鬥志也是頑強 對 他們也有些殺雀 中場也有夏卡 對 夏卡可以有幫忙分球 瑞士方面 沙傑尼 對 沙傑尼 為何 沙傑尼是整隊瑞士 比較亮眼的突破點 他能否發揮到 對於瑞士的進攻 很大影響 對 但團體戰來說 就不用想他 沙傑尼可能的影響比較小 對 靠其他球員能否互相補位 他的作用流程度上 好像德國的奧斯爾 德國的奧斯爾還是阿仙奧的奧斯爾 好像一隊球隊中 可能整隊球隊都比較整體 但唯獨有某個球員 比較有自己的過性踢法 這個套羅番的德國隊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你放在奧斯爾 放在德國隊上 不要說他們兩個的打法相不相似 效果或作用都差不多 而且很多領隊都很相信 整隊球隊只需要一至兩個球員 可以變魔術 有突破能力 或者可以改變戰局 其實一至兩個 很多領隊覺得已經足夠了 我們打機當然最好前面的十個 只是四個後衛不用 前面的六個都要 但是真正落場踢球的話 其實一至兩個很多領隊都覺得足夠 儘管看看這場球 沙傑尼可否幫瑞士頂著葡萄牙 因為他和的話其實就沒有問題 最後這場球 葡萄牙 接下來如果贏到瑞士的話 就可以反押瑞士取得這個守名 所以這一組微妙的地方就是這裡 唯一的看點就是最後一輪的賽事 然後我們再說星期六的另一組賽事 就是H組 H組 歐洲區的外圍賽 現在唯一一隊 今天錄音之時是10月5日 先出線的球隊只有比利時 已經搞定了 沒錯 已經搞定了 比利時在這一組內 其實8戰22分 已經領先第二位的波斯尼亞 基本上最美兩輪賽事是兩行公事 也很激賞一下他 因為他除了得分厲害 他入球也很誇張 入球 在比利時今國外圍賽入了35球 對 8戰 8戰 4戰 32戰 平均每場4球半 4球以上 對 也很誇張 對 火力非常強猛 對 因為這一組 H組 也有一隊直布羅陀 其實每一組都有一隊一至兩隊魚腩 這組的直布羅陀 真魚腩無骨 對 就可以讓大家查數據 焦點就會落在波斯尼亞 和第三位的希臘 因為大家都是八戰 波斯尼亞14分 希臘13分 只差一分 接下來在這一組裡 波斯尼亞將會對著主場對比利時 和作客愛沙尼亞 至於希臘 希臘就會作客賽普羅斯 希臘和主場對直布羅陀 變成波斯尼亞 現在只是零先一分 很關鍵 他將會主場對比利時 那邊商的希臘 當他這麼厲害 可以得到六分 那就會好看比利時的取態 作客對著波斯尼亞 如果比利時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出線 在容忍方面 如果比較 保守 比較想測試 或者用一些新的球員 可能波斯尼亞有機會 在主場上可以取得三分 波斯尼亞 其實在今次的選人 大部份在歐洲主場球台穩石球員 都有入選 也有迪斯高 高拿鮮納等等 彭查力 比高域 也有入選 人選方面也沒有特別大問題 看看他對比利時這關 過不過 如果過得到的話 波斯尼亞 最後一場對著 作客愛莎尼亞 我當他取得三分 他應該可以保得住 第二位的 富家賽 對 富家賽的主動 比賽資格 沒錯 講完幾組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也差不多 差不多了 繼續Like和Share 我們球星台的網頁 最重要是給點留言 我們節目 沒錯 我們也很高興 有看評論 都知道我們誰是誰不是 看到有些評論 連續三個星期 等著我連續兩個星期 開球膽 開中球膽在對面 其實挺難 我看到有朋友說 叫我跟著你買 多謝給面 多謝大家支持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